三个时辰后,海时末刻,紫时将至,夜晚星辰全无,昔黑如墨,但这并不影响谭云等人的视线。 汝燕无极亲自将诸葛于等门下长老弟子送到了豪华奢侈的贵宾殿,而且还在其中亲自招待,此乃永恒先宗最高的待客之道。 而皇府圣宗众人与之相比,显得是尤为凄惨,因为汝燕无极,只是随意让一名长老,带着澹台玄政众人,前往数月前,众人参与四数大笔之时居住的仙山。 仙山与数月前一样,杂草丛生,灵气稀薄,至于什么美酒佳肴,那更是完全没有。 永恒先宗那长老,只留下一句明日毛时三刻,前往永恒时空圣场,便趾高气扬转身离去。 澹台玄政望着不远处,一座座简陋的雾舍,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恶狠狠地想道。 待本宗主将来血洗了永恒先宗,就将汝燕无极的老东西,囚禁于此,慢慢地折磨死他。 搭定主意,澹台玄政便让众人随意休息一晚,随后便将九大首席召集一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九脉弟子则分别聚拢在一起,开始商议探讨试炼中如何对付永恒先宗和神魂先宫。 半个时辰后,一道淡漠的声音从天而降。 澹云,我们又见面了。 虚余过后,夜色之下,十名青年男女弟子朝丹麦弟子前方的谭云走来。 为首的一名男子,身穿金色长袍,面如关羽,颇为英俊。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府圣宗少主汝燕臣。 此刻,汝燕臣如同一头恶狼,目光凶残地驻足于谭云身前十丈之外。 他在疗伤的这段时间,每每想到数月前在与谭云决战之后,谭云残忍对待他的一幕幕,他做梦都想杀了谭云。 须知谭云当初与他决战时,不仅把汝燕臣整条左臂生生扯断,还一只手掐住汝燕臣的脖子,另一手挤断其肋骨,抓出其心脏来威胁汝燕无极。 最终汝燕无极答应百年内让皇府圣宗内门弟子通过四数大笔获得进入永恒之地明河,这才换回了他一条性命。 对于汝燕臣而言,这就是天大的耻辱,更让他愤怒的是自己爱慕的女人南宫玉庆,险些被谭云杀死。 如今汝燕臣身后的柳南三女,正是永恒先宗内门弟子中实力排名前九的强者。 谭云只是撇撇嘴。 原来是汝燕少主啊,永恒先宗果然有一束高潮之人,我上次把你的狗命揍得奄奄一息,没想到才短短半年多,你又生龙活活了。 我明白了,如今汝燕少主,你一定是过来给我道谢的,谢我当初不杀之恩。 谭云,本少主知道说不过你一张滥足,本少主过来是告诉你,永恒之地中,无论你躲到哪里,本少主也会逮到你。 届时,本少主搁你舌头,挖你双眼,再慢慢地折磨你。 还有,南宫玉庆迟早是我的女人,你当初险些杀了她,就凭这点,我也不会让你痛快地去死。 谭云心头一沉,南宫玉庆莫非与她情投一合。 就在谭云失神之时,汝燕沉衣扭头离去,她带来的内门九大强者,其中的六名青年亦是弹出一根手指,宁笑地指了指谭云。 至于三名女弟子,即冷冰冰扫了一眼谭云后,便消失于夜色之中。 割我舌头挖我双眼,才慢慢折磨我。 谭云抛开疑惑,喃喃自语。 一日,破晓之时,永恒时空盛场,位于永恒先宗内门中央西侧五百里外的巍峨群山之间。 时空盛场方圆千丈,场地由血红的时空允精所铺就。 在时空盛场中央,更设有一座方圆百丈的圆形高台。 时空盛场东侧边缘,屹立着三座高达百丈的御楼。 一号御楼上,端坐着如焉无极以及数百名永恒先宗的内门先门长老。 二号御楼上,自是神魂先宫诸葛于遗众。 三号御楼上,澹台玄仲神色平静。 身旁落坐沈宿兵、慕容诗诗等九大首席。 此时永恒时空盛场的圆形高台下方,是以南宫御庆为首的神魂先宫三千名弟子。 众所周知,神魂先宫以双修之术振宗。 故而参与永恒之地试炼的三千名弟子中,成双截队的道旅多达上千队。 在他们的右侧,是永恒先宗参加试炼的两千名弟子。 在右侧便是谭云等皇府圣宗弟子。 三大古老宗门弟子的最后面,永恒先宗两百多万名内门弟子近书到来。 此时御楼之上,如焉无极自席位上起身。 今日,又是每三年一度的永恒之地试炼之日。 本宗卓对二宗义公的弟子试炼,充满了期待。 众所周知,永恒之地内的葬神深渊,乃无永恒先宗宝库。 其内罕见的各种天才地宝数不尽数。 永恒之地,乃远古时期第二次诸神之战的战场。 同时也是正义与邪恶之神同归于尽的遗址。 永恒之地神圣而庄严。 我们天伐大陆人类,能有今日繁荣昌盛之局面, 皆是正义之神用性命所换来。 现在随本宗主命令,所有人悼念三夕, 对神灵已是最高尊敬。 花音落下,如焰无极率先跪下,和尚双眸。 紧接着,三宗高层便纷纷合眼跪下沉默不语。 玉楼下方的众弟子亦是纷纷无声跪拜。 这一刻,每个人脸上都透露出虔诚之意。 这一刻,谭云感到振振心痛。 因为永恒之地中死去的正义之神, 正是谭云昔日属下, 洪荒巨神,蛮荒巨神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